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,跳出内宇的神奇存在,一路向前唯有真诚勇敢最动人。 尽管肖战在低调拍戏中,但是肖战的传说永远都在。 有代言品牌方放出肖战下班给工作人员鞠躬的视频,胜赞他的真诚。 短剧《女王徐一珍》接受采访更是惊叹肖战的谦虚低调。 肖战的人品一次次地破圈。 不畏强拳低头,只为唇爱折腰的肖战真真是娱乐圈一股清流,最独特的存在。 很多次大老云集的聚会里,肖战就是那样风轻云淡的样子。 彬彬有礼却不卑不亢。 不刻意迎合,谄媚攀附,也不顾作清高,畏畏缩缩缩。 无数个场合,他却为前来支持他的观众们,深深鞠躬。 有业内人士评论。 肖战说肖战是娱乐圈一个神奇的存在。 属于娱乐圈的那些套路,对他没有用。 不知道他是傻乎乎还是高段位,因为真的没有人像他那样既不还手又不妥协。 最终还能全身而退。 不仅娱乐圈的套路对他没有用,资本对异人的养成于把控在肖战这里也失效了。 肖战身上的处变不惊,泰然自若的状态很是让人惊奇。 娱乐圈最喜欢给艺人树立所谓的人设,结果近年来频频翻车被唾弃谴责。 后来内娱就出了一个没有什么人设,就是那样真实地站在你面前的肖战。 人物杂志评价他是浪漫的实干派,磊落的野心家,真的非常精准中肯。 网友说有些明星被公司挟制,既没有反抗的底气也没有单干的能力。 有些明星被突然走红迷了眼,自视甚高结果现实教你做人,有些明星遇到。 一点点挫折就一蹶不振,或者即不可耐做小聪明公关,往往得不偿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 还有些明星演高手低不思进取,反观肖战呢,一步一个脚印,踏踏实实做自己。 双引号 想要的靠自己争取这句话,在肖战身上看到了最真诚的表达。 跟公司解约自己处理。 独立门户自己尝试,想突破角色就直接剃头拍军旅,想沉淀自己就用三年七十二场话剧历练。 太多太多的事情他都付诸在一点一滴的行动上,没有故作姿态,都是脚踏实地落到实处。 他既是内鱼之人,又跳出了内鱼的束缚,他用真诚勇敢赢得了。 一批又一批和他一样真诚勇敢的人。 而这种真诚勇敢最动人。 一批又一批又一批又一批。